計程車停在路邊 突然間車身猛烈晃動 隨後一名黑衣男子 情緒激動指著旁邊的駕駛不斷怒罵 只見後照鏡都掉到地板上了 駕駛只能撿起來裝好趕緊離開 怎麼樣也沒想到 好端端開計程車就遭到顧客踹壞後照鏡 當時父親就站在那邊 然後看就是也束手無策 只能看著他們把他的後照鏡 這樣一人一腳左右兩邊都踹下來 對那後來父親就是摸摸鼻子 就是把後照鏡裝回去 原來踹車的黑衣男子 是電動車公司的區經理 日前從內湖好事多 採買生鮮用品要回內湖門市 因為機車沒辦法載那麼多東西 找68歲的問獎幫忙 原本大約11分鐘的車程 但駕駛不小心跟丟 繞了將近40分鐘才送到目的地 區經理一氣之下和友人一起踹後照鏡 確實有範類 雙方溝通有誤 那其實這一方面我父親他跟不上時代 自然也有他的缺失 但是食物壞掉我們也願意賠 但是你當下是選擇用暴力的方式 兩個後照鏡維修金額要8000多塊 唐信區經理到案後工程 懷疑對方要侵占買來的東西 加上駕駛車上沒有冷氣 怕生鮮肉品壞掉才出腳 事後聯署發文強調已經跟問獎親人道歉 也會賠償維修費 對此電動車業者也說會從嚴懲處 只是跟丟 加上不會操作導航軟體 就受到暴力對待 問獎家屬告區經理毀損 希望類似行為 別重演 TVBS新聞教悍文素配語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